汤西年间金师北门之外 有一个叫龙兴的木器厂 厂主萧万全雇了百余个木匠干活儿 这百余个木匠每五人分成一族 总共十一个班 制作木器萧往全国各地 作坊中有一个负责雕花的师傅叫张三 死人记忆抄群雕工非常了得 是工人中的顶梁之人 一天下午木器厂发工前 张三拿到钱一数发现少了五百文 于是便找掌柜萧万全理论 萧万全拿来账簿一对 发现所发钱数分毫不差 张三疑心是工长五二克扣工钱 于是便去找五二理论 五二死人有些贪财 时常会克扣工人钱财 张三当面指责五二克扣工钱 五二觉得脸上挂不住 伸手就要打张三 木器厂内的工友们见状 赶紧将二人拉开 张三被克扣了工钱 又差点被五二殴打 心中实在气愤不已 扬言要辞职不干了 工友们见技术骨干和工长闹矛盾 担心张三走了木器厂里的活不好干下去 于是自发筹钱给二人摆了一桌酒宴和解 后来五二觉得自己做得也过分了 于是答应在自己家里宴请张三给他赔礼道歉 那天晚上张三爽快地来到了五二家里 五二给张三赔礼道歉 归还了被克扣的五百文钱 张三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见五二如此诚信道歉也就不再追究了 众工友见状赶紧上酒来喝 十几个工友猜拳行令 饮酒吃肉 一直闹腾到大半夜才进欢散去 张三此时已喝得醉了八九分 五二见张三醉了将他送到张三家门口才回去 四日中午五二正在家中吃饭 张三之妻正是匆匆赶来 蒙问张三昨夜去了哪里 五二文言大惊他说昨日分明已经把张三送到了家门口才回家的 难道张三昨晚没有进家门吗 正是说五二此言难定真假 当时只有他和张三在一起 张三昨晚一夜未归至今下落不明 五二文言不敢怠慢 赶紧叫上几个人满大街去找张三 找了大半日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就是没有找到张三 正是见丈夫下落不明 当即怀疑是五二杀了张三 正是在闹事之中大哭道 我丈夫昨日一夜未归 今早我问了其他工友 得知你与我丈夫为工钱争吵 昨日你又宴请我夫到你家吃酒 如今我丈夫下落不明 定然是遭了你的毒手了 正是哭喊吵闹引来众多人为官 恰好本地牙医路过此地又听闻了正式之言 于是将五二纽送去了衙门 县令潘阳里不敢怠慢 立刻声唐审问二人 听了二人供词 潘县令让牙医到城里城外去寻找张三 结果找了整整三天 也不见张三踪迹 正是哭诉说丈夫与吴二为工钱争执 昨晚丈夫去吴二家里喝酒 结果一去不回 定然是被吴二给害死了 潘县令又询问了木器厂的工人 工友们承认吴二与张三确实有过争吵 昨晚吴二确实在家中宴请了张三 当时他们也在场喝酒 不过后来是吴二送张三回家的 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们就不知道了 潘县令又问吴二昨日送张三回家 路上是否遇到其他人 是否有人可以为他作证 吴二听罢苦恼不已 张三家在一条河边 当时送张三回家时已经是大半夜 而且天上下了点雨 路上并未遇到一个路人 所以并没有人可以为他作证 但他可以发誓 他真的把张三送回了家 潘县令听罢认为吴二在巧言堂色 既然是吴二送张三回家 又亲自送到了家门口 张三却失踪不见 这个过程只有吴二知道 根据种种迹象表明 吴二为泄愤杀死张三是有可能的 潘县令于世下令仗则吴二 吴二被打得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最后忍耐不过 只得承认他与张三因为工钱结怨 所以在送张三回家时杀死了他 潘县令又问张三尸体在何处 吴二说尸体丢在河沟里了 潘县令让牙医薛强、马勇去找 薛、马两个牙医在河沟里找了半日 并未找到尸体 潘县令又重责吴二 让他把埋尸之地如实交代出来 吴二说尸体真的丢在河里了 打死他也不改口 薛强、马勇两个牙医在去河边寻找 他们沿着河岸一直往下游找去 果然在下游捞到了一具尸体 两个牙医把尸体捞起来放在岸边 又赶紧去请潘县令前来查看 潘县令来到现场勘验尸体 发现尸体经过数日浸泡已经腐烂 尸体面目模糊难以辨认 潘县令又让郑氏前来认识 郑氏见到尸体后大叫一声 当场昏死过去 众人胆紧抢救 郑氏醒来后放声哭嚎 众人见郑氏在尸体边上 深思历劫地哭喊 蒙却了半日才让他止住了哭声 郑氏收了眼泪 请邻居帮忙买来棺木收敛了尸体 运回家里则地安葬了 潘县令将无二判为斩首 案子拒绝上报 等待秋后问斩 潘县令处理完了此案 正想好好休息一番 不料门外又有一人前来报案 潘县令没有办法 只好传令声唐 在大唐之下 一个壮汉页下夹着一张驴皮 手里提着一个瘦弱的男子 报案的人是陈娇李家庄 人名叫李大壮 李大壮说出了报案的情由 一个月前 李大壮的父亲骑驴进城吃酒 至今却未曾归来 当时家里人以为父亲吃完酒后 被亲戚挽留多住了几日 但是天半个月过去还未见他回家 家里人这才慌了神 到处去寻找父亲的下落 找遍了远近各地亲朋好友的家里 就是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今日他出门寻找父亲 半路上遇到这个瘦弱的男子 死人背着一张驴皮 驴皮颜色与当初李大壮父亲 所骑的那匹毛驴很像 于是他假装要买驴皮 让瘦弱男子把驴皮拿来看看 结果还真是父亲骑的那匹毛驴 李大壮见到驴皮 要想自家驴子被人宰了 父亲肯定也凶多吉少了 于是就将这个瘦弱男子抓来报案 潘县令听罢 问瘦弱男子的名字 瘦弱男子说他叫孙小山 家住离城十里外的小梦庄 潘县令又问孙小山 为何要宰杀别人的驴子 孙小山说 驴子是他自己家养的 前几日宰了驴子 今日拿驴皮进城去卖 不想半路被李大壮拦下 硬说这驴是他们家的 这驴明明是他们家的 他实在是冤枉 李大壮听罢 当即怒斥孙小山下说 李大壮说这头驴是他从小养大的 驴的脊背上有一个刀口印子 左边肚皮上有一撮白毛 老爷可以现场检查 若不是这样他宁愿承担诬告之罪 潘县令当即让牙医们翻看驴皮 果然驴皮脊背上有刀痕 左边肚子上有一撮白色的皮毛 潘县令见状 目拍金堂目说道 大胆孙小山 你劫走人家驴子宰杀 想必驴子的主人也被你杀了 你把李老爹的尸体埋在何处了 还不快从十招来 孙小山见状 吓得跪在地上扣头如捣蒜 连连大呼自己冤枉 潘县令让人重责孙小山 孙小山被打得连连叫喊 不得不如实招供 孙小山是这样说的 一个月前 他做完工于傍晚回家 迎面撞见一头驴子狂奔而来 这头驴子长得飙肥体壮 着实令人眼馋 当时黑夜无人 他就抓住了驴子的江沈 把他迁回了家里 这样的好驴子很容易被人认出来 于是他当夜就把驴子杀了 驴肉留在家里吃 驴皮今日拿来卖 当时只见驴子不见人 所以驴老爹究竟在何处 他也不知道 但没有杀死驴老爹 他劫走驴子是真 杀死驴子也是真 但他没有杀人 潘县令听罢 认为孙小山在狡辩 刚开始他说驴子是自己家养的 现在又说是在路上劫来的 前后驴唇不对麻嘴 先后矛盾摆出 如此雕丸之人不动 大刑是无法让他招供的 于是潘县令让牙翼动用水火竹签大刑 孙小山瘦弱如猴 怎能经受如此折腾 最后忍受不住大刑折磨 只得承认在路上劫走驴子 杀了李老爹 潘县令问孙小山 李老爹的尸体埋在何处 孙小山说埋在了田边的壕沟里 潘县令让牙翼去找 结果绝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尸体 再提审孙小山 他说埋在了河边的柳树下 潘县令又派人去寻找 结果砍了柳树挖了坑 也没有找到尸体 孙小山又说 尸体丢在自家的粪坑里了 牙翼们又将孙小山家的粪坑咬干 结果还是没有找到尸体 潘县令再想提审孙小山 结果孙小山已经死在监狱里了 转眼秋日来临 刑部核准了死刑文书 无二被核准斩首 无二被斩首那日 众公有钱去喊冤 但拿不出直接证据证明他无罪 众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斩首 无二被杀之后 众公有觉得心中有愧 原本他们是想让二人和解 没想到却闹出这一桩人命案子来 反而害了他们 众公有觉得于心不安 他们认为那晚 无二肯定把张三送回家里去了 无二肯定是被冤枉了 于是众公有凑了一百两银子作为赏金 找人写了不告四处张贴 众金悬赏寻找破案线索 未被杀得无二深渊 不告很快贴满了大街小巷 就连乡下也发了不少下去 但是接连数月过去 不告都快被风雨淋乱了 也没有人前来提供线索 冬天到来后 一个叫赖宝的罐偷 接下了发黄的不告 他对众公人说他找到了破案的证据 众公人将信将疑 盲问赖宝提供的线索是否属实 赖宝说出了他的一段经历 本月初五日那天 张三的妻子正是为他举办周年忌日 家里请了一些和尚来念经 当时人多眼杂 场面相当混乱 这种场合是小偷们最喜欢的 赖宝于是随着吊咽的人 混入了张家 他躲在张家的柴房里 等待天黑客人散去后 准备偷点东西 傍晚时分客人们都散去之后 正是也早早关门就去礼物睡觉了 赖宝正准备出来偷东西 却听见门外有人敲门 正是极不情愿地去开门 只见一个醉汉喝得醉熏熏地闯进了家里 醉汉嫌正是开门慢了 把正是推倒在床上打了一顿 正是被打却不敢吭声 醉汉倒头就睡 只剩下了正是一个人对着油灯哭泣 正是一边哭泣一边低声说道 你这个负心汉 当初为了你 我才不得已杀了张三 如今尸体还藏在这炕里 一年多了害得我吃不好睡不好 又不敢拖出去埋了 如今张三尸体还未腐烂 你就虐待起我来了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正是的声音虽小 但对贯偷赖宝而言 这些话他能听得一清二楚 赖宝听了正是的话 心中一阵窃喜 原来张三真是被正是给杀了 如今木器厂的工人出自一百两寻找线索 看来这一百两银子肯定是他的了 赖宝于是悄悄溜出张家 扯下门口的那张发黄的布告 找到木器厂报告了此事 赖宝说出了此事 木器厂的工人们都将信将疑 但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赖宝 众人带着赖宝前去县衙报案 此时潘县令已经升迁到了别地 新任县令是马素 马县令听了赖宝等人的举报后 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于是亲自带着衙役来到张家 强行挖开了正式卧室里的土炕 在张家的抗灶里果然挖出了被砍成四截的一具尸体 尸体已经成了干尸 经过检验对比确定尸体就是张三的 马大人当场提审正式 赖宝又说出了偷听一事 正式无话可说 只得承认了与坚夫和谋杀死了丈夫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正式嫁给张三之后 发现张三并不如意 张三一心扑在雕刻之上 对妻子少了一些温存 正式在张三那里找不到温暖 便想着与外人勾搭 恰好邻居有一个叫王莲喜的青年 此人不学无术 整日闲游下逛 早就垂涎正式貌美 王莲喜得知正式对丈夫不满意后 便频频找机会接触正式 正式很快心领神会 二人就此勾搭在了一起 当张三出门去木器场干活时 王莲喜就潜入张家与正式私混 那天晚上五二宴请张三和解 张三喝得鸣鼎大醉 五二把张三送到家门口后 当即就折返回家了 张三蹒跚着走进家里 此时正式和王莲喜正在屋室里睡觉 张三进门之后 王莲喜躲在门背后 张三进门之后 就趴在床上呼呼大睡 正式见张三昏睡 于是示意王莲喜杀死张三 王莲喜举起顶门的棍子 猛击张三的脑袋 张三轻哼了一身就死了 打死张三之后 正式和王莲喜商量把尸体弄出去 但弄出去势必要被人发现 两个人商量之后决定把尸体切割 然后塞入抗造之中 正式弄来菜刀斧头递给王莲喜 王莲喜把张三的尸体拖到地上砍成四块 然后塞入抗造里 张三的尸体被放入抗造中后 二人把现场收拾干净 从此每日在抗造之上睡觉 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二人以为这样能够瞒天过海 谁曾想到赖宝格强偷听了他说的话 并向县衙报案 最终马县令派人挖开抗造 查出了真相 抗中尸体是张三的 那当初河里发现的那具尸体是谁的呢 马大人查阅了当年的卷宗 又提审了薛强 马勇两个两个牙医 两个牙医不敢隐瞒 只得说出了实情 一年前张三失踪之后 看县令严刑拷打逼着吴二 承认了张三的尸体在河里 看县令又逼着他们二人去寻找 几次三番寻找不到 看县令便迁怒于薛马二人 两人担心丢了植物 于是便想铤而走险 弄个死人来门混过关 但光天化日之下去 哪弄个死人来呢 就在二人站在河边四处张望 心中毫无半点对策之际 突然看见一个老汉 骑着毛驴沿着河岸走来 此时天色一万 薛马两个牙医见天色一万 且又见四下无人 于是就上前拦住了老汉的去路 薛强抱住老汉的头 马勇拖住老汉的脚 把老汉拖入了河里 老汉还没来得及呼喊 就被活活淹死了 老汉的驴子遭受惊吓 飞奔而逃 薛强 马勇也不去追赶 他们原本想把老汉的尸体 拿去交差 又担心老汉长得不像张三陋陷 于是就用马带 将老汉的尸体装了起来 又放入几块石头 沉入了水底 过了十多天后 二人回到河里 把尸体捞了起来 带着尸体去阿门交差 这个骑驴的老汉 就是李大壮的父亲李老爹 那头驴子逃走之后 被孙小山截住 然后迁回家里宰杀 当时潘县令让张三的妻子正式前来辨认尸体 结果正式对着尸体痛哭 潘县令坚定地认为尸体就是张三的 于是就把吴二判为死刑 造成了这一桩冤案 按照大清律例行律规定 马大人判处薛强 马勇斩首 两人被打入死牢 等候朝廷复合处理 正式与监夫王连玺被判处斩首 前任县令潘阳里被弹劾罢官 发往莫北效力 案子宣判后不久 薛强 马勇 正式 王连玺被斩首示众 此案是一桩案中有案的奇案 此案牵扯四桩案子 一是张三被杀案 二是吴二被冤案 三是牙医杀人案 四是肩夫肩妇藏尸案 此案前后导致八个人被杀 张三 吴二 薛强 马勇 正式 王连玺 李老爹 孙小山 此案害人听闻 令人难以置信 此案告诫后人 做人不可作恶太甚 否则难逃法网 天网灰灰疏书而不漏 人在做天在看 正式与监夫处心积虑 谋杀张三嫁祸给吴二 直接害死了吴二 李老爹和孙小山 最终天部藏间 二人双双被斩首 贪献令作为父母官 却偏听天性 五段判案 最终造成连环冤案 牙医薛强 马勇为了完成任务 不惜杀人抵命 如此暴行真是丧心病狂 二人最终落得 各伸手易处的下场 也是活该 由此观之 作恶者难得好下场 古今如此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